那几天她一直换着电话 给我发消息 打电话 我都没有接 后面是过了几天 部门聚会的时候 然后我俩刚好碰到了 碰到之后吃了顿饭 聊了几个钟头吧 虽然我当时特别难受 但是我也不是真的想跟她分手 就是她不明白 我为什么会那么生气 然后这个事情过后 我俩后面也就和好了 其实这件事情 对我造成的困扰也挺大的 因为她和她朋友聊天 她就会对我造成一些 比较恶劣的影响 啥恶劣的影响 就比如说我和她之间的事情 然后她朋友们都知道了 然后可能对我的就是言论 可能就不太友好 你那么在乎别人的说法 不是在乎在乎她的感受呢 这小孩 那她这种你认为的所谓连体 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我觉得是有一定影响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打游戏 有段时间直播很兴起 当时我就想一边打游戏 一边开直播正好能赚赚钱 以后可以带她去旅旅游 或者是吃吃饭什么的 都挺好的 然后她是有点不理解我 我就觉得我这么做 是为了我俩的未来好 但是她就有点不太理解 其实我不是不理解她 因为刚开始直播 一天都要播四五个钟头 然后她自己学业上的事情 她自己也耽搁了 那段时间我俩就是一直在冷战 她播的时候 她每天播四五个钟头 我们根本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 行 了解了 还有别的吗 孩子 还有就是我俩一个是南方 一个是北方 平常寒暑假的时候 肯定就是异地恋 然后回老家 也不能一直在家里待着 有时候会出去找朋友 一会儿出去玩会儿 但都是同性朋友 可能就是打游戏的时候 没有及时地回复她的信息 有时候她给我打视频 我没有看见 然后她就不开心 到时候还得哄她 因为这件事情我俩就是吵了一次 她总是患得患失的 一直总是给我提分手 但你不能一天到晚都出去打游戏 你都不告诉我去哪跟谁 但是我之后我看见消息以后 我会及时回复你 那都多久之后了呀 我看见了我会及时回复她 可能是时间有点久 当时是可能是和朋友在一块儿玩 那我怎么知道你跟男的 跟女的出去玩呢 因为我在石家庄 就那几个朋友 就那几个朋友 你还认识的都差不多了 姑娘 我不知道在你心里 你是有多糟糕 你是一个多么没有魅力啊 就是你自己怎么办 你自己想成这样了呢 不是 就是我平常喜欢 把事情都分享给她 但是我希望她有回应 她没有回应就算了呗 可是我还喜欢她呀 所以就这样是吗 就是我希望我俩可以 就是活在一个不安全感里 放假了嘛 正常有个联系 愿意跟谁 跟基本的信任也没有 干嘛呢 不是挺好一个姑娘吗 说话有条不紊的 为什么那么没自信呢 你随她去呗 不好可以不要啊 不是的 其实最开始我们都很好 她现在说我很粘她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是她特别粘我 我一开始特别不适应 然后渐渐在一起久了之后 就我习惯了我们俩这样的相处模式 然后她可能就后面可能平淡期了嘛 然后就觉得 平淡期你也知道 怎么我变得这么粘人 你也知道平淡期啊 那不是行了吗 接受啊 但是她有时候有些事情 真的很让我生气 比如说 就有一次他们部门去聚餐 那天挺晚的了 然后我就想着我去等等她 然后才当时我看到的 她跟两个女孩子就肩比肩 就走进校园 不是说大家伙一块去聚餐吗 她为什么跟两个女孩子单独回来 当时我真的心里非常难受 是这样的 那次我是和我室友一块去的 我俩是一个部门的 但是我那室友 他就提前回来了 当时他有点事 就提前走了 然后最后走的时候 就剩我们几个人了 然后我就说 我给你们正好拼一辆车回来吧 回来以后 我也没想到在校门口撞见到他 然后就因此引发了这个误会